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脱衣服使得这个女的更加激动 然后这个女的先脱光了 你看这两个人还奔跑 就是一丝不挂的 最后好像两个人又圆归于好了 你看这个女的在追 最后俩人就这样 就是圆归于好就好了 就演出这么一幕 你再看 事成相见 对 咱们镜头再回到 这就是湖南了 湖南这几天的这个事情 传说是被秤妥砸死的 这个瓜农 瓜农的女儿在这个痛哭 你再看下边 这个引起了当地人的一些骚动 就说城管 现在网上就开始骂这个城管 当然这个当地政府就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在调查之中 然后你再看下边 但是已经有网友把一些老电影 徐老师你知道这是什么老电影吗 这叫什么名来着 我都忘了 不知道 就是后边的这个这个坏分子 拿着秤妥 这是中国网友找到的 在中国荧幕上曾经出现过 秤妥 但是那个时候 地腹反怀右啊 是用秤妥打砸革命战士 你有没有发现 地腹反怀右眼睛 跟你现在眼睛参加 这个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我们复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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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知道 真是 我早复辟了 而且你知道 就是说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说法啊 现在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微博 现在微博真的成为一个弱势的武器 对吧 好 但是瓜农女儿最新的消息是 她又是弄了一个 把她原来的微博又撤掉 因为她的微博曾经发过 就感谢党 感谢政府 我们这个事啊 我爹这事处理的挺好 就 但是呢 她后来呢 她又在另一个地方 注册了一个微博 说那不是我 说是我爹都给打死了 还让 还有人编造 我要感谢党 感谢政府的这个什么微博 这不是流氓吗 就是这个这个女儿说的 后来有人说了 说那个感谢党 感谢政府 那个微博 上有你拿着身份证的 照片啊 然后她女儿说 是啊 是有人拍这个照片啊 我怎么知道拍这个照片 干什么 有人拉着我 就说要拍 拿身份证 拍照片 这要处理你爹的这个事吗 她说那我怎么知道 最后这照片 成了我微博上的 那当然咱也不知道 谁篡改她的微博 那个被枪毙的 叫曾 曾什么 就是说没有临死 没有见到家属的 那个事情 曾什么结 结果不是 后来她女儿 还在微博上 感谢法院 向法院道歉 挺诡异 结果呢 结果人家就搞不清楚 人家就说 你没见到你的父亲 这个不是损害了 基本人权吗 他为什么还出来感谢 后来据说 后来他补充说 因为他害怕 他家里还有人 还关在里面 他怕他们会 因为中国人 别的 说实在话 中国人现在做事情 那个下一个世界 天堂地狱都不怕 怕是吧 中国从古自己 怕九族 怕家人 很多现在的案件 之所以你有看不懂的事情 都跟家人有关 有很多人觉得 我自己算了 但我不能联系到我的家人 所以你看 他那很诡异的微博子 你说他 大家都在同情他 他还跑出来感谢 还致歉 还道歉 给法院添了麻烦 真对不起 不过这种事情 最近已经挺常见了 最近已经 两三年都这样子 就太多事情 就是一个微博上 大家同情的人 忽然之间自己翻功 然后忽然说起 很奇怪的话 忽然不晓得在哪 又冒出来 说那个微博 原来不是他开的 这种事情 已经很常见了 同样很常见的呢 就是这些 你说到像刮农 这个事情 到底最后会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也就不怎么解决了 因为坦白讲 比如说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的消息 就是地方政府部门 一边跟人说调查 但是以我所知 到今天为止 这个检察院 地方检察部门 还没有正式开始行动 但是另一边的部门 已经要求 要把这个刮农呢 尽快下账 要入土为安 那么本来家属 或者很多外间的声音 说要留着这个尸体 要验尸嘛 因为看看是不是 衬托打死嘛 那些地方部门 就勒令说 如果再晚下账 晚一天 罚十万人民币嘛 那么 闹到最后 大家很愤怒 然后呢 然后也就不怎么样了 你记不记得 几个月前 延安不是 有一对城管夫妇打人嘛 要说是踩着 是不是 有一个踩着脑袋的给 对啊 那个又怎么样呢 也没怎么样了 我们 这种城管打人 警察打人 或者前阵子 不是有个官员 还说这个 警察不打人 养着他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湖南的官 是吧 给拍下来了嘛 那么像这些事情 其实每个月都在发生 然后每个月 大家都愤怒一遍 然后都说一遍 然后都说这个事情要追究 然后这些微博的争议闹一轮 然后但是到了最后 要不然就是出现刚才说的情况 这个微博博主改口 要不然就整个讨论不见了 删掉了 然后要不然就没下文了 这个舆议控制的工作人员呢 说呢 最幸运的就是网络的新闻呢 来得快 你知道它不断的会有什么地震了 灾害了 李某某的案件了 什么美媒的 什么最新的照片了等等 就不断的把大家转移 第二呢 亏得国人的记性差 国人健忘 咱国人最新的东西快 很快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过几天 大家就把它忘了 再说提起来 就好像很遥远很遥远的事情了 其实 常常法院排期要排很远嘛 这很多事情 而我们的媒体也忘得快 我不知道是被忘 还是真忘 但是总是快 所以就是 这个 就是所以形成这样子 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舆情控制又有很大的难度 为什么呢 就这个事情虽然被忘了 同样的事情又出现 你像城管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了 这已经不是少数的事情 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情 如果 它的确某件个案 是可以被遗忘 是可以被消失掉 被删掉 那这个个案这样子化解掉之后 原来相关部门 感觉到的压力就不见了 就舒服了他们 但是这个东西呢 到了最后 整体形成的压力 却会压在整个国家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老百姓很散望 媒体也很散望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 微博上面 每次出这些事的时候 有些网民言论是很激烈的 而那些网民 这种网民人数 而且不再少 常说这个社会太黑了 这个官怎么样 一骂就是总体性的骂 这个国家怎么样 这个官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现在问题来了 他这个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因为一件一件这样的事 个别事件 你叫他说说看 你说说看 什么事那么黑了 他一下子说想不起来 反正很多事 有微博也来 就年年每个月 月月都有很多事 是什么事呢 他忘了 但是这些东西 加总那个印象 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沉重 而这样的一个压力 最后是压在 整个国家身上 但施政者呢 有两套不同的思路 一种呢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样 思路 就是很有责任感 他觉得个案 如果不处理的话 会激冷到大家 对就是明星的问题 对制度的不信任感 这是中央政府 才会考虑的事 但是另外一个思路 他是这样想 你要解决具体的事情 你就会牵涉到具体的人 你别小看一个县 县会接到到省 省会牵涉到中央 最后都有县 还有一个企业 还有你假如说 城管的话 他牵涉到全国的一个系统 难度非常大 触及利益 比触及灵魂要难 所以呢 不能动具体的 而抽象骂 他反而不怕 为什么 他有一套理论依据 骂过了 情绪宣泄了 有助于维稳 你知道 我看过一个英国人的 一个理论 他就是说 中国目前 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 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但中国的老百姓 至少在目前看 还支持这个 他讲了六个原因 比方说经济增长啦 比方说 没有反对党啦 比方说大家怕乱啦 等等等等 但其中我印象最深的 第六条 他认为中国的 民众的宣泄渠道 一步一步在增加 就说这个宣泄 他说虽然这些宣泄 不解决问题 只是宣泄 但是有这个宣泄 就好像 有那样气啊 屁屁屁屁 常常给你出一点 最后就不会酿成 什么特别的 这个思路呢 就造成了 你刚才讲的 具体现象不碰 总体的牢骚 你去发吧 没关系 而且啊 他不光是宣泄 他这个宣泄啊 达到一个境界 最后呢 往往变成了 这个欢乐 对 就娱乐 所以我一直记得 是李泽厚还是谁 我忘了说过 就说是这个中国 中华民族 是个喜感民族 比如相比之下 说日本民族 就是个悲感的民族 说中华民族 弄来弄去啊 李泽厚讲说 是乐感 乐感 对 最后弄来弄去啊 就叫嬉笑怒骂 你知道吗 到最后 不管是多么 这个悲伤的事 你看就有人 找那个老电影 拿地步反怀 又拿衬托 对吧 你说他叫讽刺 对吧 也是讽刺 黑色幽默 红色幽默 都能讲 你包括现在 就关于城管 我给你们听一首 这个网络上的歌曲 也反映 咱们这种娱乐精神 你看看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开着公车 长出去转转 带上发胆 带上针尖 拎着血管 到街上看看 小粉们准备了 集合好演 第一批门张落了 一桌好饭 收来的罚款 让领导叔叔 大人的事情 和领导谈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乱将武警共酒 唐中航 信我 信未来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当然 咱们也得两说着 你这么一弄 又容易往城管头上扣石盆子 实际上 当然不是城管 都是那么恶霸 地痞流氓 对不对 甚至于有反面的例子 你知道 我还可以给你看一段视频 城管也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街上有个人弄这个牌子 城管要管 但是因为他怕人家给弄他 所以他干脆背着手 他怕自己跟人说动手了 然后呢 他旁边有个人的 有个城管在拍 就立教理 现在有手机 这是证据学啊 大有不同了 再拍 拍拍拍拍 最后呢 这个民众竟然敢把城管给放倒了 然后呢 这个城管还在拍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也挺有意思 看到这一幕 城管的方指导员掏出手机 对现场情况进行录像 因为他怕这个情形遭到路人误解 被扣上城管打人的帽子 期间 赵先生上多次制止录像 在纠缠的过程中 城管队员高鼠员 一遍一遍听到中队方指导员的要求 把双手背在了身后 没想到激动的赵先生在多次推散后 突然施展出一个简单的擒拿动作 把城管队员撂倒在地 你看这个城管也懂得录像保护自己 刚才不是给撂倒了吗 他拍的那个城管就说 你趴在哪儿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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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拍 你知道其实城管人是很惨 因为城管在街上 跟任何人一起冲突 一起纷争 路人过来 第一个 同情的 一定是被城管对付的人 那么真的要闹事起来 就是城管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数字 每年不要说城管打人 城管被打的数字也是相当高 所以这个东西又反过来说明什么呢 就说到 刚才子龙说 民众情绪发泄 那其实整体制度还是会得到稳定的 的确是这样没错 但这个东西呢 就是当大家越来越多政治笑话 政治歌曲 骂城管骂什么 骂到一定水平 形成一个总体印象的时候 他的执法权威就很糟了 他在路上是出什么事 九十九个 一百个过路的人 九十九个都不会同情他的 都会帮着一帮接班的 街边的小贩的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一个特殊的一个政治历史时期 这个这个政治风云变换 然后大人们在撒谎 对吧 那个小时候我们还赶上这个游行 一个礼拜打倒一个不同的人 就是这个口号乱 然后呢慢慢的就正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呢 就所谓这个道德沦丧 你知道最后就到他 所以王硕的小说为什么会出现 他这个小说里的那种意识形态 一直深深的到我们心里就消解 你比如使得我今天呢 我今天你比方说 当然也没人看得上我啊 但是你要让我当一全国政协委员 或者你凭我当一个五一劳模 先进工作者 三八红七手 当然我不能是三八红七手 就三八红七手 你知道吗 其实你想到 其实对 我第一想当到 我第一想当的就是三八红七手 就是我觉得 然后培养你文艺青年 我有十分之九的可能啊 就会拒绝的 只会答应当三八红七手 你看我只会答应当三八红七手 我觉得这个有面子 但实际这是 那是王硕的嬉笑怒骂 后面有真诚的东西 所以你会拒绝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不会拒绝 今天这么高的大学里的 这么高的政治的 对 今天的社会上的这种底层的反叛 跟主流电视台的主权率 是合拍的 你说的对 你知道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我其实又反过来讲 我认为今天我有廉耻之心 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 比方说你让我当一个什么 特有荣耀的事 是吧 假如说你当了这个 你就可以弄一两地车牌 但是我可能啊 很害羞 因为我害怕 你们我的朋友们笑话我 我很害羞 或者说 你让我走红地毯 这事按说很光荣吧 但是可能我就想 你不给老子钱 老子在干着丢人的事 这说明我还有某种 但是这个廉耻 又是这么样的变态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明明是光荣的 明明是光荣的事情 比如说大家 比如说战略 不要比说凤凰威视 我们老板原来就说 说我这个人怎么就是 他会觉得我没有朝气 就很木气 为什么呢 他的公司凭你当个 这个好主持人 先进主持人 或者凭你当一个什么 上进心不强 对 为什么你觉得那样的 就是甚至是羞耻 或者说是不愿意 去那个样的自贬 你放心 放心 现在青年一代 现在新兴的一代 不像你 他反倒不是 现在人家很现实 人家很上进 另外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主流的电视 主流的这个 49年以后的社会生活 不让 不大描写 所以反复讲的 都是穷人 团结起来 打倒地主 打日本 这个中间两个主题 一个就是穷人打富人 民众反观 第二 都是暴力行为 这些东西 虽然他的目的是 宣传革命主旋律 没想到 他就暗合了 目前街上的 你知道他 你把这个电视里 刚才那个蹭托 那个打的那个场面 跟在街上的场面 这刮农的场面 一结合 你想产生什么结果 就是今天 你看到的街上的 恐怖行为 极端行为 很坏的这种 甚至是很不好的行为 他恰恰 接上了一套革命主旋律 这个 所以中国人你看 一点都没有 印度人的非暴力的倾向 一点都没有 英国人的那种 不同阶级之间的和谐 我们强调阶级斗争 强调暴力的阶级斗争 所以这一套东西 跟目前的社会状况 有一种 真的 非常 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小时候 那都是看暴力电影 长大的 对吗 血腥暴力 今天这些电影 放在少儿频道 反复的播 对 对 尤其是英雄王城 也放 射身 炸雕宝 让孩子们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味精 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泰泰勒 舒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泰泰勒 舒芝仙 为您提供 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尽受真酒 复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 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 盆盐进胶囊 其实啊 这也是几千年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啊 就是 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你看 官逼民反 不是官逼民反 抱着清官大老爷的腿啊 清官大 如果大老爷是清官 是青天 就给我解决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呢 那就是哭得还不够 闹得还不够 我们有成语叫什么呀 寻死觅活呀 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其实中华民族的人民 都是忍无可忍的时候 中国人其实 做奴才的历史是很久的 你知道吗 能忍的 能忍的 但是 他弄的这种 就是比如说 我爹假如说 咱不知道实情 假如说你把我爹打死了 你还是什么不陪我 哎呦 这到最后 我没辙了 我会出一些个 寻死觅活的这个手段 他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一开始 就都是草民而已 民都是很顺从的 甲虎文里面 民这个字的写法 他原来那个图像 就是一个奴隶 双手被反绑过来 眼睛都是蒙起来 或者瞎掉的 这个叫做民 民最早的 原来那个字型 就是这样的一个 人好像地位高一点 人地位高 民是地位很低的东西 那么所以你想想看 像你刚刚讲的很对 就我们也许几千年 都是这样 但是今天呢 也有一个情况 当然过去可能也有啊 就老百姓 他不只觉得 原来自己可以用暴力 或者说看电视剧 就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 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 他日常生活中 他其实也在感觉到 某种体制的暴力 比如说当官员不理他 或者是白富官器 也不甩他 甚至直接的 就像我们看到 衬托打上来了 衬托打上来了 他日常也感觉到是暴力 所以在很多的 最基层的 偏远的 甚至是闹市的街头 那个官与民之间的官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 文明启示录 真是大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